在世界各地,社会企业越来越受重视 香港也不例外 民政事务总署在2006年起 推行伙伴昌志强社区协作计划 向合资格的非牟利机构提供总子基金 成立社会企业 藉此推动可持续的地区扶贫工作 为弱势社群提供就业机会,助人自助 不如我们听听协作计划的社会企业负责人 及雇员的分享 推行社企不仅是一盘生意这么简单 还是一个理念的实践 和一个对弱势社群的关顾 我觉得社会企业是去解决贫穷的另类的方法 就是我们去提供就业机会给弱势社群 有生意投入的人士 他觉得我不想单单只是赚钱 是给自己 我想赚钱是贡献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社会企业本身就算有利益也好 他也是投放在社会服务上 每句话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资源 资本的来源 是帮助社会 在这个旅行站做事 可以得到很多的满足感 和很开心 可以帮到很多人 我从这份工作来的时候 同事也很帮助我 帮我和这个社会 你和外面做的时间一来长 在这里做的时间 很有谈性和自由度很大 我们可以兼顾到家庭 外面也有其他工作做过 我觉得分别在就是 外面公司也比较商业化 还有没有那么有人情味 在香港 社会企业所涵盖的行业范围 已经是非常广泛 例如饮食 零售 美容 装修搬运 和清洁服务等等 他们向不同的弱势社团 提供就业机会 提升可雇佣人士的技能 和就业能力 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 和更有效地融入社区 既然社会企业这么有意义 大家都很应该出一分力 多点光顾社会企业 消费之余 又可以帮到人 何乐而不为呢 大家一如由今天起 做个爱心顾客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